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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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 驻华人世界 人街东盟十国 东盟传媒榴莲台 电影里我们有变形金刚 漫画里有小叮当 在榴莲台里我们有天马行空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评价 世界每天都有事情发生 新闻评述 大家好我是凯铭 自由高照我是颜颜 今天是1月29号2016年星期五 如果你想收听榴莲台的话 你可以去到我们的面子书 专页点击听榴莲台 那么你就能够通过面子书 收听榴莲台 或者是你想通过手机的话 就去到Google Play 下载东盟传媒 也可以通过手机 收听榴莲台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来看的 就是在这个 人工智能的这个科技 它已经是发展得非常的快了 但是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就是达到了在 华盛顿有一个研发 这个电脑程序 这个电脑程序 它在围棋的对异当中 成功的战胜了一个 中国的围棋冠军 算是一个 一大突破 因为围棋其实在于 电脑能不能学会围棋 或者说电脑怎么去 对围棋的了解 或者是它的 能力到哪里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很大的挑战 因为围棋的玩法 其实算是非常复杂的吧 所以这一次 能够战胜真正的 人类中国冠军 其实是 非常大的突破 因为我们不太清楚 它这个设计围棋 这个机器人 它的程序是怎样设置的 它肯定是相关的一些套路 都是可以设置在 这个机器人里边的 也许机器人可以自动 能够升级 但是呢 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 一场战争就此开始了 人类被机器人给打败了 是围棋这方面 但是其他方面 似乎我们 也是在被机器人所打败了 你包括 现在我可以娶个妻子 是机器人的妻子 这个机器人的妻子 比正常的妻子要好多了 她能够善解人意 她能够在你快乐的时候呢 她能够看出来你是快乐的 能够跟你分享 在你痛苦的时候呢 也是能够劝慰你几句 也能够共同给你度过 这样的机器人挺好的 我宁愿娶一个机器人 而的老婆 也不愿意娶一个正常的 或人类的老婆 这个时候好像 至少现在目前 才是没那么客气 但是这个是很多人 幻想的未来 是不是成为这样 还是说其实机器人 到最后还是有它的极限 但是如果机器人 真的能够代替人类的时候 是不是说 这个机器人 它其实真的已经完全能够表现出人类的 就是它有自己的感情 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样其实不是变成跟人类一样 它们还是没有差吗 除了这个之外 感情方面 其实机器人 其实机器人它也比较吃苦耐劳的 就是你看我们家里 现在最基本的那个机器人 就是扫地的那个小圆盘 它自动的可以来回的在屋子里转 哪一块脏了 它就到哪一块把那个地方给清理干净 清理干净之后 假如它自己没有电了 自己就跑回到充电器里面去充电了 你说如果是人类的话 或者是说我雇佣一个清洁工的话 它哪能那么勤快的说 哪一个地方脏了 我马上去扫 哪一个地方脏了 我马上去扫 然后我自己如果是没有什么精力了 也不用请几天假 也不用耽误我的工作 它在空闲的时间就可以自己充电 这样子机器人它比人更好用 所以它无论是在耐性方面 还是无论在刻苦耐劳方面 还是在无论在善解人意方面 还是在智慧方面都超过了人类了 所以人类到底是应该要开心 还是要赏心 还是要胆心 这个你有人帮你做这些事情是很好 但是你会发现 好像能够取代你的工作 取代你的存在 那么是不是很糟糕呢 这个不知道吧 可能就是也许现在不需要担心 但是未来的下一代 可能就真的是消耗的 想消耗的提升 自己的能力 不要被机器取代了 然后看完这个机器人 也许可以帮我们做多事情 但是他能够帮我们减肥吗 这个不知道 反正有人吃了披萨 你有想象过披萨可以帮人减肥吗 没有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大厨 他就是通过吃披萨来减肥 而且是减了42公斤 从一个很肥的大厨 变成一个新男 42公斤 差不多像当于我的体重了 减了42公斤 减了一个你 是啊 他一开始说他狂吃披萨 然后就增了很多 然后他因为当时的时候 他是在2011年 他白到纽约去 然后在一个披萨的餐馆里工作 当年他身高和体重都差不多 体重也就115公斤了 但是每一天他说工作压力很大 而且美食又很多 天天吃披萨 一年内就暴涨了167公斤 167公斤 但是暴涨在现在 他又吃的披萨 把自己瘦下来了 也就是什么 获取消 败成也消河 败也消河 成也披萨 败也披萨 然后胖也是因为披萨 瘦也是因为披萨 这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其实这个人减重不仅仅是吃了披萨 他还每一天他去做运动 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就是 包括他的饮食一天之内呢 他只吃原来饮食的一半 另外的一些 你包括他在平时吃完饭 晚间的时候要去健身中心去练拳击 等等的一些因素 就造就了他减肥的成功了 不一定说我吃了鼻子 我就减肥成功了 我在想这是不是有商业噱头呢 没有 其实这个披萨也不是普通的披萨 这个披萨是经过这个调理的 里面是不含有这个奶油 或者是一些碳水化合物 更多的是这个水面粉 酵母还有盐 所以它算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披萨 上面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 这个配料蔬菜或者是番茄酱 所以其实这个披萨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披萨 越下来以后可以就靠这个卖这个披萨来减肥 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怀疑这个商家 这个商家是之前就知道这个人要减肥成功了 减肥成功了 你在我这个披萨店工作 何不我研究出一个让你减肥的披萨 如果你能够减肥成功 成功给我做了一个广告了 好不好呢 然后这个好一拍即合 他就又减肥的一个动力了 减肥成功之后 他真的成了这家披萨的代言人了 也说不着啊 还真有一个张照片是他拿着啤酒 还有下面的蔬菜跟披萨的一个照片 对啊 看起来觉得比较广告的 所以这是隐谋路的 当然很开心 有人可以健康的回到他自己 这种健康的生活是好事来的 但是这个是好事 我们看另外一边在泰国的 就发生一个不算是好事的蜂巢吧 就是泰国最近兴起了一个蜂巢 叫做鬼娃娃 这个鬼娃娃其实是一个木偶 不是木偶玩具 它是小孩子玩的这些小女孩的这个娃娃 那么这个娃娃如果你 其实主要是有点真宗教的一种气味 就是如果你喂它吃东西 或者是跟它穿衣服之类的 就好像你在养一个小鬼 这种通过这小鬼 它你不停的喂养 它可以让你可能中投票 那个头彩 或者是工作 或者顺利之类 反正会让你带来好运就是了 所以就很多人开始买这个鬼娃娃 结果因为大量的出现 造成在市面上 就是泰国的警方就发现 有些人通过带这个鬼娃娃 来收藏这个毒品 在这个娃娃里头通过这样子来走私毒品的 对 因为走私 毒品 那么现在泰国这方面也 警方这方面呢 也加紧了管制 管制这些鬼娃娃的出产 那么这些鬼娃娃 主要是出产于中国 它鬼娃娃卖的还挺贵啊 价钱还是不等的 那么价钱它是从500到3万泰铢 也就59令吉到3518令吉 之间这样的一个售价 鬼娃娃呢 要说鬼娃娃它有点邪 但是鬼娃娃它需要经过开光 或者是没有开过光的 如果这个鬼娃娃 你经过开光 也就是到佛寺里边 然后一些大师啊 给这个鬼娃娃开一下光 给它画画眉毛 画画眼睛 画画鼻子的 就开光了 开光之后 这个鬼娃娃就有灵魂在里边了 而这个灵魂在里边了 你就天天要供奉着它了 无论走到哪 你都要供奉着它 原因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供奉一个鬼娃娃呢 因为这个鬼娃娃能给我带来好的运气 曾经他就采访到一个人啊 这个人买了鬼娃娃之后 当时他说他睡觉 鬼娃娃也在旁边跟着他一起睡觉 然后他就做梦 说鬼娃娃偷给他一个梦 说今天的彩票的号码 是假如2889的话 哎 这个鬼娃娃 这个给我拖了这个梦了 我第二天就买了这个彩票的号码 果然真中奖了 哦 好 好 好伟大的一个梦 好伟大的一个 一个 说法 所以呢 接下来 跟着这个梦 跟着这个人 有很多的追随者 就买了鬼娃娃 认为鬼娃娃 同样给自己能够带来好运 但是呢 现在泰国警方这方面也已经要派出警察去查了 有部分人认为泰国人迷信 有部分人认为泰国经济不警惕 大家为了找一个鬼娃娃给自己来带很多的福气和财气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经常 假如说是其他的宗教 或我们因为徒姚节刚过 或者是大宝森节刚过 印度朋友们他们拜各种样子的神 有鼻子 就是有大象鼻子的 然后这样子的神 他为什么要拜这样子的神呢 因为这样的神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 能够给自己带来身体的健康 就是我在祈祷的时候 我要求求神 能够让我家庭平安 能够让我一年顺利 能够让我今年裁员滚滚 等等的这些祈愿 那么这个神呢 如果你给他烧香 你给他一些奉供一些东西的食品的话 这一年这神 假如说真的保佑你平安了 健康了 美满了 裁员滚滚了 你第二年年尾的时候 你再来还供还愿 其实这 这又是另外的一种祈祷方式了 也是另外的一种宗教形式和信仰了 那么他跟鬼娃娃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 这个的确是让人在想一想 好像也没太多区别 感觉上就是迷信 但是其实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这个 他们相信的东西 对他们 即使你觉得 即使你不信他那一套 那么对他来说至少这个是心灵上的这个危机或心灵上的一个满足 那么这个鬼娃娃其实感觉上 呃 有一点偏门了吧 就是 其实说到鬼的时候 我们有一种宁可信息又不信息又这样子的说法 然后 其实鬼娃娃这样的东西 或者养小鬼这样的说法 也不只是在太过有 就是其实在 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经常有听到有人在做这种事情 当然就是可能养的方法不一样 他们不是养鬼娃娃之类的 嗯 但是呃 总有很多传闻是说 呃 这个其实 它不只是 就是它有一个危险性 如果你这里养了之后 这个鬼娃娃 可能你以后就不想要离它了 那么它会后来报复 什么之类的吧 这听起来复众还是蛮多的吧 嗯 是 呃 但但有一个航空公司 你看了吗 你看泰国的航空公司 把这个鬼娃娃一开始叫做什么 叫做泰国娃娃神 啊 它是个神 这个倒是不一样的说法 哎呀 那这就拜起来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 它叫做鬼娃娃就有点邪 对对对 所以这种教法还是有差的 这个还是要看你信不信 那么信不信之后 是不是要迷这种东西 还是相信更健康的这个信仰 比较好吧 反正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去想一想的 嗯 是 然后看完这个 我们要关注另外一边是 一直都很多人 想要害怕的这个恐怖组织IS 它最近就有一个消息 就是俄罗斯联邦旅游部 他们收到了一个情报 所以他们是说出来警告说 呃 这个IS分子 他们可能会计划 绑架土耳其 或者是俄罗斯的旅客 主要是因为在叙利亚当地 都知道 呃 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是一直在打击IS 当然他们自己的之间的纠纷 反正是 算是IS的两方面的敌人 所以他们打算绑架这个 旅客或者说平民百姓 来通过这样的方式 作为肉盾 在可能对战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肉盾或人质 之类的这样子的做法 所以 他是呼吁这个 俄罗斯和土耳其的旅客 真的是要小心在外国旅游了 对 那么现在呃 IS他站的战略有没有改变呢 原来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呃 那么现在逐步的IS 因为受到了很多国家的一种压制 或者是说能源上的一种限制 他转移他的战略方向了 他的战略方向转到利比亚去了 呃 利比亚有两个地方 呃 一个地方叫做苏尔特 这个是石油重镇 呃 这个镇子啊 储量的石油 是占整个 整个利比亚全国储油量的80% 那么第二个地方呢 他们也想到 呃 就是这个呃 利比亚的另外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利比亚的南部 他呢 是移民和走私物的通道地带 呃 可想而知 他们在此处是可以与当地的武装分子联合 呃 并且呢 能够通过这些走私的渠道 能够把这一些获得的这些石油通过这个渠道走私出去 从而赚得一些利益和资本 而这是ISIS的一个转向 但是这个转向受到了美国的很多的一个关注和重视 毕竟刚刚的利比亚刚刚完成内部的这种政治轮替也好 什么或者是说茉莉花革命也好 之后卡扎菲刚下台 呃 新的政府刚上台 在这个新旧政府和新政府或者是说呃 动荡刚刚平息不久 ISIS就到了利比亚 这无疑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也不只是美国吧 就全世界都很头疼的事情 要担心恐怖分子 现在除了恐怖分子在我们还要担心可怕的新病毒的出现蔓延啊 就是在巴西一直呃 也算最近吧 就最近这两年之内在巴西试虐非常严重的这个字卡病毒 而且现在已经不只是在美洲了 在就有人发现或说就是有这个案例出现是在葡萄牙 有五个新的病例是证明说有资卡病毒的病患是出现在葡萄牙的 而这五个病患他们都是去过巴西 呃 资卡病毒 资卡病毒其实它对于我们呃的成人来说 影响不大 它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像骨痛热症一样 之前卡明还有一阵被黑板门咬了 那还是不咬黑板门 其实对每个年龄层都还蛮危险的 然后但是这个资卡病毒其实比骨痛热症要轻的多了 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也一个星期左右 你多喝水多吃点东西就逐渐的好了 呃 但是它有另外的一个比骨痛热症更具有威胁性的后遗症 这个后遗症就是孕妇 一般孕妇在怀胎的时候 如果被这个资卡病毒的这个黑板 带有携带这个病毒的黑板门给叮咬之后 那么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是畸形儿 那么现在巴西这方面由已经这个病毒 或者是资卡病毒已经上升到一定的级别了 现在在上一个月的时候 出生的新生儿当中有3000多例患有小儿畸形症 小头症 就小头症 所以呢 这不由就让大家能够提高这方面的警惕 现在只是在巴西 巴西八月份的时候还要举行奥运会 呃 那么专家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在预测 这个资卡病毒有可能会席卷欧洲美洲部分的亚洲地区